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道粮共生的功德方明 会给大家在法会前都先看过一下 真的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安心办到 但是我们不会忘记 能够让我们安心办到 除了有师父有常驻的栽培提息 其实还有很多各位护法信徒的护持 所以我们可以安心办到 今天各位看选用的这个背景 是不是喜气洋洋 这个是我们借用了 佛光山丛林学院的毕业典礼的 一个怎么讲版面吧 然后就是把因为现在不是毕业典礼嘛 就把这个文字削掉 那今天用的这个背景 以和音缘呢 其实呢是有一段很重要的话 我们所有人听的都只有讲 好感动 这只能讲感动 也得到一种很大的鼓励 感觉到好像充满了那种怨心 再出发的那种力量 那这个是接下来要请大家好好的听一听 我们的长老慈慧法师 在丛林学院毕业典礼上 对着毕业生 当然也是对着在场的功德主 所说的一段话 这一段话呢 差不多有二十分钟 所以我这里要精简了 那我只是觉得 这段话听了 我又觉得 我们就是连结啦 怎么样分享 有些人听 但是我们早安佛光的观众朋友 也几千人都有嘛 那好希望大家来看一看 来听一听 由我们的长老慈慧法师 慧师傅呢 他现在有一个职称很特别 过去其实建大学啦 办教育啦 各种种种的这些规划 真的慧师傅啊 在佛光山 我都总觉得 慧师傅智慧第一 如果以十大弟子来说 在我心目中 佛光山的十大 智慧第一 这是我们的慧师傅 那总是呢 慧师傅现在有一个职称 很特别的 全佛光山只有一个人担任 叫做开山聊特助 也就是 随时师傅身边 师傅有一些 什么事情要交办呢 要传达 或者是 种种这些啦 就是 可以 这样辅助师傅 慧师傅 那总是呢 各位很难得 可以听到长老这样的开示 那因为我想 因为慧师傅在 这段讲话里头呢 谈到 佛光山培养出来的 学生 或者说 生众 然后 就是 毕业之后调派 各个单位啦 或者是 全球 各国 那不一定 都是像我们在北美洲 我觉得 其实 特别在加拿大吧 难得的净土啊 人间净土 其他 印度 非洲 巴西 好多地方 好困难的 慧师傅 一把他们讲出来 是向功德主 报告 也是勉励 所有的毕业生 应该跟随着师傅 跟随着 所有我们的学长们 也是一样 一起 如同地藏菩萨 真的 哪里辛苦 哪里去 要有那种大愿 要有那种承担 那 真的 我想 以慧师傅的开示 来 作为 今天 是地藏法会 向大愿 地藏王菩萨的精神学习 是道梁 共生 功德 回向 以这样子来向大家 报告 我觉得 慧师傅这番话 是最有代表性的 我们现在大家 以欢喜心 恭敬心 一起来聆听 长老慈慧法师的开示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大家平安吉祥 每年 到了师傅 华丹这个季节 我们就要从丛林学院送走 很多的毕业生 而毕业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走上世界各地 弘法立身 我看了几十年了 既欢喜 又有一点点舍不得 我记得我们在第二届毕业生 毕业典礼上 整个同学舍不得走 哭着稀里哗啦 哭到连来宾都陪着他哭 我们道情有爱 非常的深厚 那我们的毕业生就在我们创办人师傅 他的智慧 为我们铺下来的全世界的因缘 一个一个从学院踏上了红华的大道 目前 我在这里顺便报告 以台湾来讲 北中南各个道场 各个国防事业 文化教育事业 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们的毕业生 举一个例子 台北道场那一栋楼 恐怕官司我们的毕业生就有一百多个 这么多 然后世界五大洲 最近在美国三番市 我们的毕业生 我们三宝寺叫做如阳法师 他调到三番市 也不过是两年吧 三年不到 竟然有办法 在三番市 本山有一块土地 要重建 搞了三十年都没有办法 我们毕业生如阳法师一去 现在经过公厅会 经过政府的各种的审核 通过了 可以重建 我也不懂 宏林学院的学生 在学院究竟学了什么东西 他既然会去那边 通过重重困难的法律 规范把道场重建起来 这两天 我接到一个毕业生报告 他是被派到巴西圣保罗 我们的如来寺 他在巴西如来寺的表现 各种的红法工作 很受到当地政府的肯定 巴西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国家 可是 我们这位毕业生 妙佑 竟然被当地的政府 从宗教界里面 唯一选出来的一个代表 宗教代表 代表什么 为政府的人权 为巴西的公民 为巴西的妇女 有一个组织 他作为这个组织的主任委员 我们在本山最知道的 巴西如来寺 送来很多打球的球员 如来之子送到南华大学来 本来派到那里的人 那里是葡萄牙文 要讲葡萄牙语 他不会啊 可是他记住一句话 师父曾经讲过 我们要到国际上红法 一定要把语言落实 所以他到了巴西 努力地学习葡萄牙语 现在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 并且最近他跟我讲 疫情寺庙不能开放 他就写葡萄牙语的文章 在报纸上 讲葡萄牙语的广播 用声音 在巴西红华 所以当地政府非常地感谢他 聘请他 那这个庙佑派到巴西去 会把葡萄牙语弄得这么好 为什么 前面的毕业生 前面的毕业生是谁 现在 本身负责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度 泰国的总主持 绝成法师 当年师父到巴西去 那里的信徒一直要师父在那里建道场 绝成法师就负责这个工作 被派到巴西 葡萄牙语也不会讲 我记得那一次 师父要到那里的信徒 安排师父在巴西一个大学演讲 那我跟着去啦 我们的飞机从佛罗里达起飞 结果飞到大概哥斯大利加中美的时候 飞机跟我们讲说 我们的飞机有点问题 必须要飞回美国 那糟糕啦 那个大学的演讲怎么办 绝成法师在掉去 不晓得一年都不到 叔叔你去讲嘛 他毅然决然去讲 绝成法师也不懂葡萄牙语 可是他也在巴西 把一口葡萄牙语 觉得很流利 然后把如来式的基础打好 就交给妙幼法师 妙幼法师也不负他的所作 一样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 那绝成法师我们的毕业生回到马来西亚做什么 最近我替他很担心 疫情这么重啊 他经常飞到阿富汗 他经常飞到巴基斯坦 飞到斯里兰卡 我说阿富汗是巴基斯坦 都是穆斯林的国家 但是阿富汗跟巴基斯坦 是佛教 贵山王朝 印度贵山王朝时代 很多很多有佛教的遗迹 所以这些穆斯林他也知道 虽然是佛教的东西 但是是他们国家的宝 所以很有意义跟我们来往 现在 绝成法师跑来一趟巴基斯坦 现在巴基斯坦要跟他合作 把佛教的文武拿出来沾了 我也不知道我们佛学院里面 有没有教这些东西 他怎么跑出去变成这样子啊 绝成法师 那更多我们一个男众 惠煌法师派在南非 南非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地方 每一次回来 师傅就跟他讲 你去了这么多年啊 辛苦啊 可以请调啊 他说师傅还可以 刚才我们看到的印度佛学院 我们在印度有两个佛学院 一个印度佛学院 女众的 一个沙明学院 沙明学院是男众毕业生 惠煌法师负责 他不断地把印度的小孩 教导会讲中国话 会写中国文章 requests去吃 lider 但是武唐功过 36年 全部都会 刚才看到印度的学生回来了 这些学生 现在 送到 我们的佛光大学 也送到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 也送到南京大学 都非常优秀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些毕业生 是怎么样子在当地 那印度的女眾科學院妙宣法師 似乎一再講 印度的維持很困難 你有需要 本身應該要送經費給你 學院的維持 應該要本身要支持 可是妙宣一直 說我不夠的時候再來拿 這一次我問她 我說你印度科學院 怎麼維持 她說靠觀光客 我說觀光客那也是台灣 中國的觀光客才懂得捐錢 但現在沒有觀光客 她說還可以 今年回來 我以為她撐不下去 結果她講了一堆話 她很喜歡印度 她覺得在那裡紅髮很有意義 我聽到說妙宣 我替你跟師父報告 你這個徒弟在印度 能安住 師父放心了 諸如此類的 我們的徒眾 散佈在世界五大洲 每一個人 精進 精進 不懈努力 紅髮 從來不肯一聲說 我不行 我不要 歐洲更厲害 歐洲的語言是很複雜的 尤其那個法語跟德爾哲語 跨了一個國又是英文 歐洲我們德國道場 柏林道場 最近在重建 我們在那裡的廟祥法師 永超法師 他們講德語 努力在重建道場 尤其在巴黎 法國 法國 巴黎市區 我們兩個道場 當中有一個 法法禪師 那個主持廟多法師 我每次每天看他的工作報告 真的有點不相信 他做法會 在巴黎做法會 一場法會就是兩三百個人 兩三百個人 他怎麼弄你弄 那麼多的人來參加法會 而且加上線上 我講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畢業生 我們從林學院出去的學生 一代一代的學長 都是這麼接觸 這麼優秀 都是這麼樣子的能夠承擔 弘法立身 所以每一屆的同學 你不但是引以為榮 你要笑法他們 規規矩子正正派派的走在師父的 安排的因緣路上 風化立身 絕對 呼菩薩 呼法隆天會保佑我們 另外我要講一件事情 今天的功德組的各位 還有各位家長 我覺得 你們跟叢林學院的這些因緣 其成就絕對不亞於這些學生 因為當年 師父辦佛學院的時候 佛教徒信仰很全正 可是對佛教的教育 在他的觀念裡面 沒有很重要 他覺得我有聽經拜佛 拜參就好了 所以 那個時候辦佛學院 經費不夠 因為我們的學生是學雜 時數全免 那經費從哪裡來 師父 你們沒有看到 師父當年是 每天晚上 大家就睡覺了 他到殯儀館去念經 到太平間去念經 為什麼 因為晚上念的經 供養比較多 是雙倍的錢 所以他就是為了辦學 晚上去念經 學生看不到 院長你這麼早就起來了 不是這麼早就起來 還沒睡覺 這樣辦學 剛才有中國佛教研究院 要領畢業證書 當年要辦研究院 想辦在台北 師資比較容易 但是我們沒有房子 所以就跟台北幾個道場 他們房子很大 說你能不能借給我辦學 我的學生可以幫你煮飯 可以幫你維持這個寺廟的清潔等等工作 可是問了好幾家 不借就是不借 沒辦法 我們又買不起 那怎麼辦 師父說 走 回家 回山上來做什麼 過年到了 我們一起賣麵 賣吃的 所以好幾個過年 信徒到福康山來找師父 找不到 找不到 在哪裡在廚房 在廚房炒麵 所以後來 這個師父炒麵呢 使得信徒很感動 覺得說原來 生學教育這麼重要 所以今天 感謝各位功德主 你們很有智慧 把師父的話聽進去了 所以從我在學院做院長開始到現在 我們的獎學金一直很大的支持 真的很感謝 你們有智慧 還有各位家長 非常感謝你們有智慧 當年師父辦回學院的時候 社會大眾 大家的觀念 尤其是家長 不認同的 怎麼要去出家 年紀輕輕的 給你讀過大學了 還要去出家 所以家長天天都在抓學生 並且帶警察來 我們這裏西埔派出所的警察 每一次都跟著來 家長一開始在那裡鬧事 後來這個警察看不下去 他說這裏很好啊 很安全啊 你為什麼反對呢 那個時候的家長 反對到什麼程度 我說被打 打到衣服就給失破了 因為我管學生 我管學生 可是今天 師父的生學教育 感動了我們的信徒 現在很多很多我們的信徒 只要一個孩子在火光堂要出家 全家總動員 參加剃度典禮 尤其現在畢業典禮 家長都來了 所以我覺得 師父的活學的教育 不僅僅是在學生的教育上面 而是在各位護法信徒 活光在家弟子 你們也都很受教了 感謝你們 最後 我講一個故事 剛才師父在講話裡面 裡面常常講 活光普照三天界 滑水長流五大洲 這一句話 是師父的一個心願 今天我們的畢業生做到了 走出去了 真的是 活光普照三天界 滑水長流五大洲 但是這一句話是怎麼發生的 幾十年前 苗栗有一個法師 是師父的很好的朋友 他到活光山來 他仔細地全山跑了一圈以後 把我叫到旁邊去悄悄地講 師父法師啊 我跟你講 但是你不能跟你師父講喔 不可以講 我說什麼事情不可以講 他說你們活光山這塊地 非常不好 從哪一個範圍看都不好 我給他講的也很沉重 我說那是怎麼不好 他說你們為什麼開山 把在山門口 面對這個高頻期的下游 高頻期的水這樣流下去 你們經常看著這個下游 這個最大的不好 那是為什麼不好 他說因為錢留不住了 隨著流水流掉了 住地裡面活光山要窮 所以這個地不好 後來他回去以後我心裡想 你叫我不要跟我師父講 那我就聽你的話不講嗎 那我就聽你的話不講嗎 我不能聽你的話 我當然要跟我師父講 我就跟師父講了這一句話 師父聽起來很大 很大的力量 拍了一下桌子 把我嚇了一跳 我說師父是真的不好嗎 他說不是太好了 他說這個太好了 我說這個太好了 他說佛法 佛頭一直在經理裡面講 要流通 就是要流出去 既然我的這個山 面對下游 就是我的佛法可以流出去 流到大海 流到全世界 所以發水 長流五大洲 佛光普照三間鐵 發水長流五大洲 不但從林學院的同學 所有的佛光出家弟子 應該以這個為自己的 終身的心願 志願 好好的努力 弘懷離身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